再看一次,起步步法也是急停步法 明白?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上次讲完温球力量 大家回去有没有体会到什么是用Core 温球的力量 有没有? 如果你做到的话,Core的力量 而你也可以把球弄上来的话 你是很应该很容易做这些动作的 你做不做到? 做不到 好,再练,记住,压上 你应该很容易可以把球带上来 不是用肩膀,是用腹 明白 某程度上和用脚力很接近 记住,温球力量里提到一件事 就是我们用腹肌拍球,你会带动脚 记得吗?记住,只有两股肌肉向下 一肩膀,二肩肌 为什么要再说多次呢? 因为你做不好那一部分的话 你很难做到起步步法的 行不行? 好,今天我们就讲起动步法了 记住,我们个人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起步步法 会令你更有利的 有不同的起步步法的 今天我们都会讲不同的 起步步法究竟是什么? 起步步法就好像短跑的时候 在起点,你跑100米 他有个坐跑器 如果你有起步步法 你就有这个坐跑器 如果你没有起步步法 你都可以起跑 但是你会没有那么有利 我们记住一样东西 记住一样东西 尽管阿豪比我帅哥高大 活动能力高 就是很令我妒忌 但是 如果大家跑的话 大家跑的话 他尽全力跑 和我尽全力跑 他一定比我快 但是他不会快得过我多两个身位 明白吗? 你不会有一个人 会快得过你多两个身位 在一个大约60米的篮球场里面 明白 当你没有这么远的距离 你都抛不开你的敌人 试问如果只有三分到蓝底 这么短的距离 我怎么可以过他? 速度是最基本的 我们不是不用速度 而是我们找到机会 创造了机会 我们先用速度 抛离对手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先做一个假动作 将对手重心先握开 然后起步 爆炸力 速度 在一瞬间抛离你的对手 让对手不能碰你 不能守你 明白吗? 如果看MBA 我经常跟学生举例 如果你数MBA 三个最厉害的人 三个最厉害的人 你会数哪三个? 每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我数的话 我数的话 我数到Harden 我数到Kurry 我数到Laborn 我数1个是176 不,不,不,现在我数字母歌 我数字母歌 我数字母歌 你不准数字母歌 你不能讲一套 快 你能说他们不是更慢 不会很快 就是不会以速度为坚清 我们的速度 感觉是来自于 抛离对手的幅度 他一瞬間不見了,拋離了對手,你會覺得他很麻煩 但只跑的話,你跑100米,當你見奧運 奧運入面,你跑100米,那班人一起跑 你是覺得一個人快叮叮,但其實他們每個都這麼快 在畫面看不到,因為你是比較之下 你才看得出你有多快 每個都這麼快的時候,你不會覺得那個特別快 但是一個人可以很簡單,過到一個人的話 他就是可以在突然間一個起跑,一個起動動作,拋離了對手 今天我們就講這件事 我們先請CM和阿豪出來 鏡頭一轉,又見到CM和阿豪 又是阿豪,先搜我 什麼叫起步步法呢? 第一,就是我們通常兩類型的起步步法 兩類型,一,一起的,二,分開的 很簡單,肯定是這樣的,OK 但怎樣分呢?看著 在這個鏡頭你應該會看得很清楚 看著,假設我本身走的時候 我們是高的,我們叫高重心 人是企直,跑也是的,你都是高重心的 你不會這樣跑的,對不對? 好了,但是個人的時候,我們盡量要Stay Low Stay Low的話,不是人蹤下去 不是腳企直 而是應該腳低,人呢,直的 即是不要說直 但是呢,我們放低隻腳為主 我們就是由高轉低一個步法 高重心轉低重心 有人這樣說,叫分腿 分腿,OK 但是呢,起步步法,分腿是其中一種 OK,看著 先講我們怎樣做這個起步步法 看著,這條線 白色這條線,現在在我人的正中間 OK,人的正中間 我們本身,正常你就是肩膊那麼闊 當我們要過人的時候 BOOM,會抹大隻腳 變成一個低重心 人呢,反而是直的 抹大隻腳 右腳往兩點的方向 左腳往七點的方向 形成一個對開 打斜的對開 給我們BOOM,過人 好像Jab那樣 Jab,second step過人 OK,這個就是起動步法 起動步法,還會包含一個用力的運球 先做這裏 就是 壓 拉開 壓 拉開 明白,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起跑器 跟他講的起跑器 可以讓你抓到 好嗎 好吧 好了 拉開 OK 第三部分,要鋪錶 波方 好 示範一下 好 動作很好 靚不靚 靚 你能不能走 試一下 停了 停了 出來 OK 能走到的 可以嗎 OK 試試一下 我感覺 大佬這樣 好有型 能走到嗎 OK 再來 用力 用力 很明顯的球不夠力了 記住 壓 壓 對 對 Good 好一點 掉手 OK 某程度上就是 Pocket Dribble Pocket Dribble 最簡單的起跑動作 為什麼Pocket Dribble 是一個最簡單的起跑動作 包含了拉後保護的球 和開步 而Pocket Dribble 什麼時候用呢 我們起跑動作什麼時候用呢 個人才用的 就是有Contact 有Contact的時候 我們就是 它抹著我 啪 BOOM Full card 看到嗎 其實我自己跳開的 感覺很Full card 這些就是老油條 這些就是 明白嗎 Pocket Dribble 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由高 高 轉低 看著我射了 哎呀又差 今天也是差的 OK 自從腳痛完射球差得很厲害 再來看著 拍球 OK 記住 我們 由高重心 轉低重心 所以拍 壓 拉 我們做個步法的時候 記住 要用力 踩到地上 步法 一定要用力 踩到地上 不要 放下去 是 踩到地上 明白 我們拍 砰 然後衝過去 明白 再看一次 哇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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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嗎 你看到嗎 再看一次 剛剛呢 就是 砰 拉 壓 衝過去 OK 再看一次 起步步法 也是 急停步法 明白 砰 砰 砰 看到嗎 看到嗎 這就是上次我講的起步 dance move 再彈進去 你見like這麼大空間 為什麼阿豪要泊出來 為什麼 沒錯 因為我會射 但是你見不見到呢,剛剛人和球貼在一起,衝過去,停,拉, 在兩個運球之下,我由急停,變成離開兩個身位, 這個就是你做到人和球一起貼著走,dance move,明白嗎? 記住,我們衝,我們記住,壓,衝,壓停,都是用腹肌,有起步,亦都可以急停, 接著,我們講另一個起步步法,就是碎步,1,2,3,4,最簡單的, 我們除了一起之外,另一個就是1,2,有少少分別,少少分別, 我做一個最簡單的個人方法,我們拍著球,拉開距離,拍著球,拍著球, 是不是都做了什麼?是不是突然間埋起來? 其實Tony Parker 這一刻是很厲害的,拍, 哎呀,炒了 你看到他做了什麼?看著,他做了一下反拍,再加起步,拍,1,2,3,4,再看一次,OK,我第一下做了什麼?拍, 再加起步,拍,1,2,3,4,再看一次,OK,我第一下做了什麼?拍, 被拍,2,3,4,1,2 再看一次,放進去,拍,3,4, 再看一次,放進去,拍,4,1,2,3 Phot верс,1,2,3,4. 人是站起身的 看着 是呀,就是什么叫起跑 就是这么突然 看着 明白吗,再看多一次 又这么复杂 1,2,3 抹阔了 1,2,3 你就变了低重心 看着 拍 1,2,3 你就变了低重心 明白 当我拍着球的时候 拍着 是不是很难搞 好,我们再示范刚刚那个动作 看着 OK 我自己作的名字叫反拍 如果那个球在你手上 1,2,3 就是这样 如果那个球 你一定感觉到的 明白吗 他会感觉到的 敌人感觉到 他一定会警告到的 记住 我们是 Lazy 拍 三 就会给你 去看 再看一次 拍 明白吗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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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拍拍 看不看得到,明不明 我們就是拍拍,看著步伐 拍拍,一二,一二的同時,拆大 你就直接過人了 記住,是拍一二,明白嗎 拍一二,我們四步的 拍落地,拍落地,之後一二,上去 好,到你示範 OK的,但是你沒有需要騙那一下 看著,你不需要騙的,記住 放鬆,放鬆 已經在衝過去了 記住,看多一次 我們記住,是反拍 來看,這幾個,是吧 你不需要騙人 我現在就已經不幸 你不喜歡 打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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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嗎? 是球上來 看著,球上來 明白嗎? 太過不自然 你要記住,你的上身不動 不要踢下去 你有沒有玩過? 搭電梯 就是這樣,搭電梯 拜拜 拜拜 上身不要動 明白嗎? 拜拜 明白嗎? 上身不要動 記住,我們是 上身不要動 我們是這樣的 上身不動 1,2,3,4 降低了 1,2,3走 再來一次 很難 難不難 意識很難 不行,沒有了1,2 所以力量沒有什麼在 你看到我剛剛呢? 你看到我的時候已經在全速 是不是? 我是在全速 但是你並不是在全速 明白嗎? 所以你記住 1,2,3,4就跑了 明白嗎? 明白嗎? 不行 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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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嗎? 再來 倒轉 你放棄嗎? 再來 再來 給CM試試 再來 CM試試 再來 不行不行不行 太假了 再來 不行不行不行 記住是走的 我們是走的 我們是走的 簡直是這樣 我們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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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反應的 發不發覺就是 一靠過來已經在你旁邊了 就已經在你旁邊了 就是要 我們第一件事 一定要Lazy 明白嗎? 但我那邊其實是走了四步 明白嗎? 看多一次 剛剛我是這樣 明白嗎? 我們先隱藏著 我們先隱藏著這兩步 明白嗎? 你的上半身 不要告訴別人 看到嗎? 接球已經來到這裡 以及已經是加速的途中 這一下就可以突開它 明白嗎? 明白 CM再來 好一點了 好一點了 這個有一點點感覺 是不是? 也有一點點 但是記住不要鎖 這個球在這裡 這樣 停 手不要向前大 打橫大 拉開一點點 再來 Go 不行了 太假了 也都感覺不到起步 重點是感覺不到起步 好 最後 拉 走 走 不行不行不行 其實上半身已經出賣了你了 這些就是 身體卻狠誠實的證據了 OK 乖乖的 所以大家 再來 再試一下 一手 過我 再試一下 停 停 太明顯了 你現在的球已經倒了手 你先做動 做 做 做 三下都沒有做 三下都沒有做 就是這樣 大哥 四步還不遠 你明白嗎 四步 好 記住 這個動作 並不是一套招式 跳起 重腳 中腳 波動拳 升龍拳 不是這樣的 記住 突擊它 突擊它 就是這裡已經一二了 明白嗎 再看一次 我們在這裡 已經一二三系 接球 過緊你了 是不是 OK Lazy Lazy 不行了 最後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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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你看看 說不到謊 是不是 如果你說選擇老公 選擇這些 是慘的 沒有情趣 只有忠誠有鬼用 你老婆問你 我漂亮不漂亮 那你怎麼回答 一般的 死硬 明白嗎 這些 嫁不過 OK 男朋友 OK 好了 今天 主要講了兩個的起步步法 遲些我會過多一些不同的起步步法去過人 例如 Mitchell 經常做的 Cross Jap 然後射球 你見到他 起步 鎚停 他都做了 可以 我們下次再講這些 通常我預告完之後大家就說很想看 這樣 OK 今天 好時間 給我一個機會 不要 今天上次講的是我 OK 我 你記住我 OK OK Sorry 我發覺我們沒有把握能力 好 今天 完